我说的中退意思 就是说我们中医的心思是辩证实质 而不是每一个方子追求得到经济效益 我们的经济效益 球员越省钱也好 我们中医福音学的特点 最大特点 就是特别简单 说简单了 还得说一点 不说不行 这个不简单了 难学 实际上《山寒论》的分阅学起来 比《山寒论》要简单得多 容易学得多 要好距离得多 简 这是他说大道之简 所以它大道里非常简单 好歹可以变成换实际 实际上都是连句话 有阴光的问题 天明都越不明 连句话都解决了 它并不很复杂 不过他的理解起来 你怎么对应起来 把你跟你的临床怎么对应起来 这需要一个过程 没有过程是达不到的 而且首先这个过程 首先不在于文字上怎么写的 而是在你自己的无形 没有一个无形是达不到的 所以我老师经常跟我说 寄问之学不可为师 寄问之学不可为师 什么叫寄问 他说这个寄 就是寄意的寄 我哪里本书来 我这张三里斯 我这寄 我寄下来了 抓我脑子了 这叫寄 寄下来东西是死的 问 我不会 我看不懂 这怎么问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说 那老师给说了 我抓到脑子了 寄住了 这叫寄问之学 寄问之学不足为师 这不足为当老师 还不如我在这教训 今天说吧 我在这教训 假设是教你们 实际上我们不能讨论 我跟你们说 当然我这 我跟你说 记住了 你记住了 你学了 这个学位 你不能教别人 教别人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你的东西 所以说我现在真正理解了 这样是为什么不叫我寄病例 为什么不叫 不叫我自己 为什么不叫我们 这实际上我们的寄病例 关键那个意思在这 不过他没说明 说明 说明 当时也是理解不了 他问老师都不保守 连说我寄个病例都不来我寄 实际上张老师是对的 是我们理论審刑达不到 我们选不到那些事 这个简便练 花钱特别少 说一个比较近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有一个叫男孩 大学生 在美国上大学 他的父母都是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这个人呢 在美国上学期间 发生了一个案件 什么案件 打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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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拘留 拘留以后 家人去了以后 都落实之后 看着没事 结果一落实 是精神分裂症 打人 五岁 五岁实在 就回到我们中国了 回到我们国家以后 他在美国给他看精神分裂症的药 服务时间不短 后来又有一年多两年 没有服务 没有服务 今年就是今年 又复发 复发这一次 还是严重的时候 建人民币 什么证件 什么证件 都要撕 说话也没有 不照个头 有时候打他爸爸 有时候打人行为 但说话有的时候 也是私之力 我可以一谈话 私之力还可以 结果几个人看 也叫什么看 也效果不同意 结果 后来他通过别人说 我不知道他听谁说的 遗憾 随眼 等我去看一眼 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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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让延远200块钱也花不了 不然才参与 现在已经能正常参加活动 什么都没事 前几点 我可以见他 所以这个问题 是否有什么问题 是否有价格低点 但是它的含然音量是十分高的 甚至高得让人不相信 不要不相信没经到的事 经到的事都相信了 确确实实的是这 所以福音觉的这个奥妙 有多大威力又多大 有多大天力 现在不可估计 现在我们忠义都知道 现状并不若观 我们忠义现在十分 哎呀 我这天掉了一说 忠义完了 玩到什么地方 希望大家深刻思考这问题 玩在经验主义 有一些老专家们 有学者们 院士们 权威们 甚至于是决定 忠义政策的人们 对这个问题不熟悉 他们没了解到 理解到 注意生命力在什么地方 有的老专家 甚至是山汉专家 也打过教导 他们讲的 头头是道 确实 这些是 在不能防止 他的工地 工地是大大的 他的工地是什么 我说现在接触的是什么 百分之九十九的 是搞的是经验教育 我用什么生生疯 生生病 效果特别好 一地狱 两地狱好 我说怎么弄这怎么着 多年的病一地狱好了 我也有那经验 那只不得一谈 为什么说 因为他是给人们的健康事业 有所贡献 但是对中医学的发展 丝毫没有贡献 可以这样说 你就像对中医学 让他发展下去 摆脱现在的围困状态 必须要发展中医基础理论 没有基础理论的发展 我们中医 哎呀 不克思天 这些问题怎么办 现在 现在是大问题 现在到至今为止 我看不出什么好的标头了 因为啊 就在今年 我还听 我别提名道姓了 还有人主张 要把中医经方产业化 哎呀 这个名字 我一听着就 中医经方产业化 什么概念 就是你这个中医经方 要变成中程药 哎 我这小柴污汤 这是桂枝汤 你都撑着这 你没用去吧 就是这个 行不行 行 可以 可以 但是让什么结果 中医完蛋了 没有中医了 中医的辩证思路 这生存是什么 在辩证时事 不是 比如我治阴神观症 那是用经验 治这个患时患月 那不是经验吧 也不是我自己的经验 也有我自己的经验 但是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它 技术理论没上去 没有符合它的病情 所以你要是管病经验治一些病来 我这个病能治好 为什么治好 为什么治不好 西断糊涂 一塌糊涂 我再碰到一个病人 我这个病怎么治 都有效还好 哎 这还是还不说对吧 如果一旦没效 你是怎么想的 你会变化吗 你会改造吗 所以说没有个人的思维 没有个人的分析能行吗 不能行 这就是说 终于精髓 还是那句话 在意辩证实质 这个如果把它谈一话 说实在话 那是断绝了它的生机 断绝它路 你就是这些事了 聊了都完了 我就是这些事 关事都关事 不关事都没办法 能适应社会发展吗 而且千万年 几千年以来 终于发展过 万平这个经验主义行啊 肯定不行 我丝毫没有一点攻击经验主义的意思 但是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义以后的后路问题 我们怎么发展的问题 我都知道现在社会上 继民国年间中义论争以后 中义论争的潮流暗流 甚至于反对中义的潮流 现在依然存在 所以大家都比我了解多 因为我这方面的事也知道 但是没有接触的部分多 因为我这几年主要 攻读福音局的学术问题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反对中义 它的口识是什么 你还站在凭什么能反对中义 不能关怨人家反对派的观点不对 也要从我们自身上找找问题 我们中义 是不是对自己的学说 有文化自信 随处随间话 你是不是有民族自信 你是不是考虑到 这个中义的这个文化 怎么样继承了 这个薪水有没有继承下来 这是问题 所以说 这个受到别人欺负 受到别人攻击 甚至政策不支持你 不单纯是最基本的 这个原因 内在因 应该是内因为主 应该是在我们 学术队伍的内部 就是我们中义学术的内部 我们中义学术 中义如果把这些问题 都理清了 这个意见同意了 这个能达到水平 都达到这个认识了 同意认识了 合起立以来 来进行离人的发展 有何不可